草民薛金参见王爷 依芙林是怎么回事 草民机缘巧合曾修习古术 依草民所见 依姑娘种的是朱颜谷 种谷者所受之苦 如同万虫夜药 直至 直至什么 直至被吞食所有血肉 成为一句枯骨 你不要慰言耸听 依姑娘到南语都都不过一月有余 什么人会那么恨她 还给她下鼓 这 天忆 你也骗我 薛飞双在何处 本来被陛下安排在梁月居赞中 但好像已经失踪数日了 传令下去 全力缉拿雪飞双 是 是有八九事的 丫头 记得在星辰阁的时候 你说你要和白亭军成婚 当时我心里就不舒服 我 我三番五次地捉弄你 可能就是不想看到你跟白亭军在一起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人总是会伤害他爱的人 但是也有可能爱上他伤害的人 现在想想我可能在星辰阁的时候 就爱上了你 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血雨腥风 在我最落寞和最绝望的时候 你都陪在我身边 一切风浪都已经过去 但是我们剩下的不都应该是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你是在报复我吗 你要用伤害我来报复我之前对你的伤害吗 义芙灵 你的命是我的 我还没有允许你死 你不许死 你不许死 丫头 天忆 我也 好想能一直陪着你 幸福也好 困难也好 可是这次真的不行了 别胡说 恐怕我要做那个伤害你的人了 你不会伤害我的 丫头 丫头 醒醒 丫头 不许睡 丫头 主上 主上 什么事 所有的医事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有些找不到诊治执法的 是否可以先行放他们离开 一个都不许走 一天想不到给我想两天 两天想不到想三天 医府里有个三长两短 通通给我陪葬 草民薛金求见陛下 我有方法可以救易姑娘的命 进来 陛下 草民薛金 或许有法子能救易姑娘 但并不保证此法有效 说 什么法子 若是我失败了 陛下能饶我的性命吗 可我说 是 易姑娘中的是骨 既然是骨 针对的就是特定生辰 特定命格之人 若能有一 命格过硬之人 可我说 与易姑娘共担此骨毒 或许 或许有效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此法只是传说 并无人真正试验过 毕竟谁愿意拿自己的命 去赌别人的命呢 我愿意 陛下 只当草民没说 陛下乃九五之尊 若有闪失 草民可担待不起啊 易芙苓有事 你就担待得起吗 再说 我既是羽皇 就是上天的宠儿 南宇都之内 有谁命应得过我 我能有什么闪失 主上 你可要想清楚 这个姓薛的也说了 如果失败了呢 后果不堪设想 别说了 我心意已决 如果易芙苓救不回 我也绝不夺活 主上 告诉我具体怎么做 王爷到 王爷饶命 王爷饶命啊 陛下 陛下饶命啊 薛今 你好大的胆子 谁让你跑到陛下面前 来胡言乱语 王叔何必动动 既然有了法子 是就是了 是 如何是 拿你的命是吗 你知道你的身份是羽黄 整个南宇都的未来 都托付在你的手里 如果易芙苓 能辩护几天前火蹦乱跳的样子 我付出什么都愿意 山河拱手 卫君已小 你知道多么昏庸的地方 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我以为你明白 薛金 这个古毒贡丹的法子 我倒想试一试 黄叔已经为我付出良多 我怎能再让你冒险 我真逃毁我完整于你 义芙灵是我此生之爱 我与她共担此毒是理所应当 黄叔非要敢我抢 难道也喜欢义芙灵不成 喜欢又怎么样 今天这个事情 我倒要和你争上一阵 好 那我就跟黄叔 来一场公平交流 闲杂人等让开 主上 黄叔大兵出狱 不可用强 兵不言诈 你输了 主上 看好陛下 看好陛下 天忆 你要知道战场上最难的 不是冲锋陷阵的人 而是那些剩下的人 万一 你要记得天将大人 舍我七十亿的道理 王爷 您喝下这碗药 你与易姑娘之间 就缔结了 共同承担此毒的誓约 王天厚土 耗心隐悦 和血同体 胸疾于共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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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以為…